好 大家好 我是Summer 又到了Summer玩游戏的时间了 那今天Summer要玩什么游戏呢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上面有一个很大的变色龙了 因为今天Summer要玩的游戏就是 拯救变色龙 舌头上的小虫虫 好了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里面都有什么吧 我们已经把盒子里的东西都拆出来了 首先看到一个 哇 舌头非常长的变色龙了 那这个游戏就是我们这个变色龙 它吃了很多虫子 大家看到没有这上面有虫子 于是呢 我们作为都是昆虫一届的人物呢 一定要救我们的伙伴了 对不对呢 所以我们就要这样 救了一个 要不被它发现 因为它实际上是会一会睁眼一会闭眼 一会睁眼一会闭眼 那它睁眼睛看到我了 它就会叹 一下把它的水盘收回去就会特别恐怖 就会吃掉我的伙伴 因此呢 我们一定要拯救我们的伙伴了 当然呢 这个呢 是两个人一起玩的 而这后面呢 看到没有 有1 对不对 有2 其实呢 每个这种纸片下面呢 都会有分数的 不仅仅是说 你救了多少只昆虫可以得分 而且后面这个分数也是算分的 那么现在呢 Summer就要邀请一个小伙伴和我一起来 拯救我们的昆虫了 那就请我们的小伙伴上场吧 啊 我们小伙伴已经过来了 对 马叔来了 那你知道我们今天要玩什么游戏吗 我看到这是奇蛙吗 好可怕 不是奇蛙 那是什么 变色龙 变 啊 对对对对 变色龙 今天呢 我们要玩的游戏呢 是拯救 变色龙 舌头上的小虫虫 什么 这是它的舌头 对啊 我怎么这么长 不过呢 今天呢 我们两个是小昆虫 我是小蜜蜂 我是七星条虫 我们要拯救我们的伙伴们 你看它们都在它的舌头上了 哦 所以我们今天是同一队 不 怎么说 我们虽然是同一类 但是我们不是同一队 我还要跟你竞争 当然了 好 哎 马叔我 我发现你有变化 什么变化 啊 啊 我的牙套不见了 各位朋友们 它已经不是戴牙套的马术了 对 我以后的开场词就是 大家好 我是不戴牙套的马术 哇 恭喜你啊马术 太开心了 人生喜事 绝对的 我请你吃饭 好吧 那么现在呢 我们两个就要开始这个游戏了 游戏呢 走你 走你 好了 现在呢 我们要先啊 石头剪刀布 决定谁先啊 好的 石头剪刀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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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你一个很好的开始 好 然后呢 先要打开这个开关了 好 然后再按一下 开始了 还没有 小心 啊 好恐怖 没有没有没有 你要先拿下来 啊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五个 哈哈哈哈 五个 七个 啊 七个 啊 七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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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七个主要我 这个这个是翻 这个好像是翻过 飞过来的 对 一二三四五六七 对 看我又几分啊 我的天哪 那时候都变得 收得太快了 一分 两分 一分 然后两分 然后两分 我好 这么高分 三四五六 这里是 十分 哇 第一次当我得到十分了 好的 那么 那刚刚你结束了 现在我开始了 对 好 走 站不起了 OK 干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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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输赢也太明显了吧 两分 有没有第三轮 当然有啦 好 因为接下来是我们俩一起玩了 OK 第三轮 现在呢我和马叔是10比2 差个8 然后呢现在我们要开始第三轮了 第三轮是我和马叔的同时竞争了 来 可以开始吗 可以开始吗 马叔你不要这么做 等一下这个是飞出去了 好好好 这是我的 我应该没有你多 我也 五张五张五张 五张那叫分呢 我感觉我也是五张 第一张 两分 第一张一分 一分 第二张 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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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两张两分怎么办呢 我的天哪 哇那总分是 你现在是四加 八分 我这五分 所以你现在是七分 你十八分 我七分 讨厌 还有一局呢 哦我们还可以 我还有机会 我们还有最后一局了 好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呢 这个下面呢 是有两个的 一个呢是 嗯 就我们现在玩的是简单的 一一 难度系数一 对 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个 难度系数 然后会怎么样 二 它会变得更敏感 更敏感 而且最后一局 就给大家一个 机会 是 就是呢最后 它不是舌头收回去的时候 对 重重回到处飞嘛 会 可以抢吗 可以抢 用手 都可以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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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还蛮多啊 Summer 这盘好像又是很多 哈哈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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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 三个 那我也三个 四个 对 五个 五个 六个 哦 我最后一个 诶 我多你一分 这一盘 哦 你这盘赢了 可是总分加息了 我看啊 我18分 加上 20 25分 诶 我刚刚7分加6分 13 13加25 所以你的总分是 我15分 你是 哇 再见 哈哈 我差十分了已经都 噠噠 这就是你的惩罚了马叔 冰淇淋怎么叫做惩罚呢 是奖励好不好 哇真的真的 我说现在这个天气 就已经到了要吃冰淇淋的程序 今天我对你的惩罚就是 土耳其冰淇淋 土耳其冰淇淋 你有见过吗 他每次都给你 又不给你 要给你 又不给你 又不给你 心烦气躁 就要像他一样吃不走 对 让你体会一下人家的心情 我嘴巴这么大 肯定能一口咬到 你小心你的手指哦 我呀 简单一点 好了你体一口了 啊我不吃了 气死我 好了好了 你一口 好了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哦 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啊 好了那么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小玲姐姐 月儿姐姐 三分姐姐 您好 然后你们可以叫我俊尼就可以了 然后这次他考试语文考的是满分一百分 然后数学也是九十九分 英语也是九十八分 都很高分跟当年的马术哥哥一样 特别棒 然后很开心因为这是第一次写信给你们 然后下面还画了我们的图像 小风铃们 如果你们有想对我们说的话或是建议 记得给我们来信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